大家好 我是混水 今次就不是买广告 而是有着数要和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见到 黄金 Bitcoin 乃至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和美股都已经去到一个比较新高的位置 如果你想把握现在这个强劲的市况 去分一杯羹的话 以下我就推介你三个交易平台 全部都是合法合规的 比如好像Hashkey 是小数香港 是可以拿到牌照 合法证监认可的交易平台 只要你在我下面 Caption 和Comments 找回我的优惠码 开户注册 你就会得到一些的开户奖励 然后你亦都可以合法地 用这个平台 去操作加密货币 比特币 或者以太币 都没问题 另一个 就是老虎证券 亦都是证监旗下的 合法持牌机构 只要你开户 你亦都可以 得到没有的 开户优惠 还有 输入那个优惠码 这个是最重要的 亦都可以吃着 现在美股 不停上升 不停那么好炒的 这个浪潮 第三 就是如果你想 在黄金那边 都有一个 好的交易平台 的话 下面 亦都有 明德金融的 优惠码 只要你在 caption 和comment 找回那条 link 然后去登入 就算你不炒 他都 亦都会提供 一个开户的 优惠给大家 除此之外 当然亦都希望大家多 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 按一按订阅 小铃 和亦都支持 我的patreon 有很多黑幕内幕真相 和30万 的免息分歧 才记 都已经成为了 过去了 现在已经进化去到 53万以上 甚至乎 是可以赚credit 赚钱的 不单止是 面试和分歧 那么简单 还可以好像 永组机一样的 如果大家想payme 点唱打伤 亦都是 非常之欢迎 我自己亦都很希望 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说了 汤文亮 他都很适合 被人笑的 就是 你借钱 都有一样 叫做无抵押贷款 大佬 不是一样 你就说 我要买bitcoin 然后我 带一些bitcoin 给你 然后你帮我做融资 银行不只是做抵押贷款 楼肯然是抵押贷款 但是也有无抵押贷款 最简单就是 现在最流行的 税务贷款 因为准备要进入 交税季节 很多的 去义银行 传统银行 都在拿 勒纪 勒纪 作为一个招来 就是 提出很多的贷款计划 当然这几就有一些 条件要达成了你才可以拿到这几的 但是我当你 做到两厘 你拿那两厘 然后去做定期的话 只要你计算合现金流 你都可以赚价差的 所以 税贷就是一个无抵押贷款 又或者你把那个定义 再 macro少少去看 你信用卡都是一个贷款 你信用卡都会达到你TU 只不过你是要下一个 缴费 缴费的周期 你要划 那个缴费周期通常28日 一个月 那你投资的那个信用 其实就是 一个 无抵押的贷款 只不过就是一个 无抵押很短期的贷款 用那个nature去计 所以我觉得 这些东西真是很瘋 其实是一些完全不懂金融的人 才会说 银行做贷款不一定是做抵押贷款的 消费者信贷款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自己都说多一点 就是 譬如只要你的收入是正常 其实不正常都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到的 总之你一加一日 你齐心合力的话 你是可以 用户的那个方法 至少是套到53万多的钱 的那个财技 我经常都会说的 就是这个53万多的财技 你是可以免息 免息 零息 分期 接着53万 你可以慢慢去改善你的现金流 甚至乎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财技 是还可以给你赚了即分 赚了credit 你是可以赚了现金回赠 所以就算你不借钱 你学过的那一套去loop那个财技 你也是可以正赚的 所以 现在就是有很多这样可以借便宜钱的空间 不一定是 买楼才借mortgage 你正常人的那个日常 生活里面都可能会有 派货的需要 比如读大学的未必个人有钱去交学费 那你已经是 交着学财 然后你日常的消费就交着信用卡的财款 百分百都是一个财款 所以 很多财款的东西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我就已经玩到最尽了 有息的那些我都很免得去说 比如 我自己骨子里都觉得 税财是会很抵借的 因为税财现在累计 那他标榜累计 但是我都不会公开太财富期的人去 搞税财 但是我估了53万的财忌 在patreon里面 就真的是零息 零息就真是 比我玩到最尽 甚至乎你可以 赚積分 赚现金回责 所以这个就是 我有点想说的地方 就是金融都很复杂的 就不是好像汤文亮 讲的那么 那么肤浅 那我 除了 汤文亮他对于一些金融的 显现的看法之外 我这一段时间都保持在我的Facebook 分享一下他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 思维的训练 这一件事就当是 训练一下自己的 想意的高逻辑 譬如汤文亮 他这一段时间也有说的 他说 有些人就报道 小红书 楼价跌了25% 香港的业主分不上 但是受到损失的业主 又没有向地产商投诉 他们是不是受到这个压力 就是他觉得 那些人一定是要吵圈巴批 才代表他在输钱 但是不是的 有些人输钱是静静地输的 你买了楼 他不需要 周围打罗打鼓 告诉他 我曾楼输了钱 他不用这样的 他经常都会有一些 好像你所说 类似 楼马车 级数的评论 譬如他会觉得 现在是媒体 对于现在的楼市 是有一个财势 譬如他会说 现在香港的报纸 天天就会玩那些业主 天天 就是报道那些 蚀钱的成交 搞到那些业主不开心 觉得他们 用心不好 这些 其实 就 我不会说 譬如我们做投资者 你看到有一些 信息是真实的 但是那个真实的信息 可能跟你的 那个策略是相迴背的 你不会否定那个现实的嘛 我们是会 立刻修正我们的策略 要指示就立刻指示 但是 有一些人不是的 他们是会觉得 那个现实 出来跟他的那个主观 愿望是 有落差的时候 他是拒绝接受现实的 但是 如果作为一个投资者 无论是什么投资者 我都觉得不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心态 你炒虹股也好 你炒港股美股 加密货币 衍生工会 都好 你要 认输 又或者 你要接受现实 如果你不接受现实 你再推一把下去的话 你分分钟会输得那么厉害的 你怎么看呢 我一两句说了那么多话之后 我这个是一个人生之理 坦白说 就是 很多人 年轻 年少轻狂 就是会觉得 这个世界为弱转 是不是 但是你 想不到 有些人已经去到这样的年纪 他都还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还要觉得这个世界围着他串 那好像我们这些 中年 刚刚中年 没多久的人 我们都会觉得他很恶笑 但是他自己又不会 就是他自己又 没有反省过自己 那么这个 其实是的 如果 很多时 如果你觉得自己 其实投资市场 尤其是 为什么很多人 透过做trader 或者做投资 投机 什么都会 赌钱 甚至乎 那个人的脾性会改变 就是 戒嬌戒草 很多时候都说 就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世界不是为了我们转 我们赢是因为 世界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而我们 知道这样 去做 所以就赢了 而不是说我今天想我试上升 我试上升 会这样 所以真的是 这个 这也是一个bust in的 坦白说 是的 还有我们做决定的 做投资决定 除了说要接受现实 和一些真实的现况去做 决策之外 我经常都会提醒自己的 就是永远 你觉得这些东西计正好 都总是会有一些 计算以外的 error 就是我们学统计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都会学 就是你一个 Bellship的distribution Propablistic distribution 你总会去到极端的时候 有什么5% 1%的 mcconferentless interval 或者p value 你不可能做到100%是对的 你总会有一些很小的percentage 你会出赛 就像我们打扑克那样 有段时间我和Wave 都挺经常去打扑克 但是现在 大家各自各都要在股市那里 赚钱 少了这些消息 可能我们 之后有机会再打扑克 如果打扑克你永远以为自己拿两只烟是赢了 如果你计算 那个 赢的机会 的话 你拿两只烟你是在握着最大的牌 你握着最 强烈的 但是你 握 你拿一只烟 经常会无故 虽然有些鼓励精怪的东西 周不时都会发生 被人家变成了 所以我都 经常提醒自己 就是 第一就是你都要接受现实 第二 你就要明白 所有东西都是有计算以外的局限 你握着吸烟 你以为 你赢了 但是数学上都告诉你 接近90%是会赢的 譬如你拿鞭鞭对面拿鞭鞭 你赢了80% 对面只有20%会赢你 但是那20%就是 即是 somehow 玩完100波之后 平均有20波他也是会赢你的 很不幸可能你就是那20波里面的 其中一波 然后他就backbeat了你 就KO了你 这些东西都会经常引以为界 我们有时候 我们都可以讲一下这些交易 或者投资者心理 因为始终你是投资者出身 我觉得这些东西 读者都可能会有兴趣 我们也都根本对着你的个人特性 可能就讲到一些类似的内容 那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没了没了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集的节目再和大家 谈到更多得意有趣的话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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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想介绍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挺有趣的两套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就叫做 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 事件有道炒股方法 那如果大家对于港股美股 而加一个很艰难的市况 是有些不知所措 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 90后投资经理阿妍 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 也是放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那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另一个就是TraderK的AI炒股方法 TraderK近年就研发了一套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系统也是拿了科学员的奖项 也都尽注了在里面 末然之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同 这一套的方式似乎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有趣的效果可以带到给观众去了解和认知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炒股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都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填一填下的那张Google Form 去找找TraderKey 让它去和你分享多些它的股票心得和这一套系统 AI的技术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先机和出其制成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omment like share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刚刚才开始营运 也都很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紧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一样东西是非常之紧要 如果平时喜欢看我的影片 也都多点去看多点去loop 最紧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专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也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也是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看到这个pay me code 和pay me link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上一下我们 以及也可以有一个点唱环节 只要你在pay me打上里面 包括一些你想讲的讯息在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借这个平台宣扬开去 这是一个点唱服务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最近比较受欢迎 就是教大家 如何利用52万的信用卡 免息分期的财技 而且还可以有15万 宅着不需要找的这种方式 去帮大家度过这个现金流的难关 那这个产品都非常之受欢迎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在现在这个市况那里 知道如何增加自己的现金流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除此之外我的patreon也都有一系列的 国际关系的分析文章 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黑幕内幕 那也都是有很多的podcast 影片 和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爆黑幕的 特别专有环节 还有文章 和有ebook e magazine 先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事 那patreon之外 我也都有一个fortune ensign prime的订阅产品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金融上市公司方面的分析 或者财技上面的知识的话 就可以订阅我这个产品 也都可以看到最近我的股票上面 或者加密货币上面 有些什么的部署了 今次想介绍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挺有趣的两套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就叫做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事件有道炒股方法 如果大家对于港股美股 现在一个很艰难的市况 是有些不知所措 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90后投资经理阿二 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 也都放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那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那另一个就是TraderK的AI炒股方法 TraderK近年就研发了一套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系统也是拿了科学员的奖项 也都尽注了在里面 没言之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同 那这一套的方式 似乎在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有趣的效果 可以带到给观众去了解和认知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炒股 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都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填一填下面那张google form 去找找TraderKate 让他去和你分享多些他的股票心得 和这一套系统 AI的技术 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先机和出其制成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留言和分享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刚刚才开始营运 也都很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一件事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我平时喜欢看我的影片 也都多些去看多些去loop 最重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 专有环节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也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也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算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看到这个paymecode 和paymelink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赏一下我们 以及也可以有一个点唱环节 只要你在payme打赏里面 包括一些你想讲的信息在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借这个平台宣扬开去 这是一个点唱服务 我亦都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最近比较受欢迎就是教大家 如何利用52万的信用卡 免息分期的才技 而且还可以有15万 乘着不需要找的这种方式 去帮大家度过这个现金流的难关 这个产品都非常之受欢迎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在现在这个市况那里 知道怎样可以增加自己的现金流的话 亦都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除此之外我的patreon 亦都有一系列的国际关系的分析文章 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黑幕内幕 亦都是有很多的podcast 影片 还有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爆黑幕的特备专有环节 还有文章 还有有ebook ebook的线是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那patreon之外呢 我也都有一个fortune ensign prime的订阅产品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金融上市公司方面的分析 或者财技上面的知识的话呢 就可以订阅我这个产品 也都可以看到最近我的股票上面 或者加密货币上面 有些什么的部署了 还有我自己也都出了七本书 如果你对我七本书都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pn我 又或者是去回我的一个卖书的网站那里 去多多支持